前凡 詞曲 李宗盛 Allahu 初 四 祈禱 馬售 李宗盛 李宗盛 尋常 音樂 李宗盛 李宗盛 黃巡邦 李宗盛 音樂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就開始上課 來做控制系統的介紹 第一章的部分大家可以放輕鬆 這都不在我們的考試範圍 純粹就是introduction 所以英文讲Sit back and relax 做沙发的就更舒服了 我们来对控制系统做一个介绍 控制系统到底是什么 它包含了哪些东西 为什么要有控制系统 之后我也会把我自己 过去几年做的控制研究 跟各位介绍一下 这个礼拜四或者礼拜五 再带一些小玩具过来 给大家玩一玩 好 那我们这一章 我们要来定义 什么叫控制系统 而解释为什么控制系统很重要 介绍控制系统的基本元素 包括哪些 再来我们会介绍一些例 我们日常生活就会有很多控制系统 那第五个部分呢是解释 为什么需要做回收 我们这一门课 我们这一门课所讲的控制系统 主要是针对回收控制系统 那讲到控制一般会想到两个 一个叫顺序控制 一个叫回收控制 那顺序控制就是 若A则B 如果怎么样则怎么样 那个是一个逻辑的东西 那我们这一门课呢 讲的是回收控制 那我们会介绍什么是回收 那为什么要用到回收 那第六个部分呢 是介绍不同形态的控制系统 这一种 六个topics 那控制系统里面 我们常用方块图来表示系统 那这方块图可以是代表一个系统 这样也可以代表一个原件 那不管是系统会原件 它通常会有输入和输出 那你用一个方块来表示控制系统 可能这方块里面 它是有很多很多小的系统 或是纸系统 把它串接在一起 那输入的部分呢 是我们的目标 或是它的输入 那这个objective可以是我的命令 比如说我要控制冷气机 我就输入一个25度 就是我的命令 所以这个输入可以是一个命令 也可以是一个物理的实体的讯号 或是实体的物理量 像刚刚那个马达 我们给它输入什么 power supply在下面 对不对 给它输入电压 它可以是一个物理的 一个实体的物理量 那输出或是它的结果 就是我们希望控制的变数 像刚刚我提到的空调的例子 这空调系统的输出就是什么 室内的温度 室内的温度跟我给的命令 不见得一样 如果一样就不用给命令了 室内28度 我希望它变成什么 变成25度 所以一个是我的命令 一个是它的一个 目前的状况 还没有控制的时候 它是28度 那当控制之后 28度可能会 这个输出可能就会改变 所以有输入输出的观念 好 那举个例子 车子里面呢 都有一个叫做怠速控制系统 那怠速控制系统是什么 那车子是 现在大部分的车子是靠什么去带动 引擎嘛 那引擎有一个特性是 引擎它没有办法自己启动 像马达 我刚给它电压 它就转起来了 引擎呢 你给它油 它不会自己转 它要别人带它 带着转之后 它才可以自己转起来 所以引擎都有一个启动马达 OK 所以你刚开始 在上车 那个钥匙 这样转下去 它就启动马达 接到 这个引擎的轴上带动 带动这个引擎 转动 OK 好 那这个怠速控制系统是什么呢 什么时候我们要怠速 红灯的时候 我车子停住 对不对 我车子停住 我踩炸车 这个引擎会不会熄火 如果你把引擎熄火 到时候绿灯就要全部重来 对不对 你要重新再启动 那这个 这个怠速控制系统就是说 即使我停红灯的时候 我引擎的油门呢 还是不可能把它关掉 了解 关掉就熄火了 就全部重来 当然现在有一种怠速启动 这种装置 这个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谈 我们先讲古老的时候 古时候的车子 不是最新的这种 有怠速启动的车子 它会有一个怠速控制系统 也就是说你在停红绿灯的时候 虽然你没有加油门 可是它就会维持一个引擎的 最低转速 也就是这个油门 它会给你一个最低开口 会给一个适当的开口 让它维持一个最低的转速 让引擎不会熄火 到时候绿灯的时候 你就马上可以冲出去了 了解 所以这个就要去控制 那这控制叫干嘛 是要避免这个速度的下降 比如说当负载起来的时候 特别是有负载 比如说你在听红灯的时候 本来你没有开空调 突然间呢 你把空调怎么样 打开 或是你开始听音乐 那这些电视从谁来的 从发电机 对不对 发电机由谁来带的 引擎嘛 对 所以如果说你只是给它维持一个最低的开口 那当负载来的时候 这个开口 它因为负载比较大 所以它转速就会下降 因为它力气就这么大 它引擎输出的扭力 只希望维持一个最低的转速 可是当你有外界负载的话 它要克服那个负载 所以它剩下的扭力要维持转速 克服摩擦力的扭力就变小 所以转速就会怎么样 下来 所以就会怎么样 有可能会熄火 所以 这个 一种方式就是 我就直接设定一个最低开口给它 最低的油门的一个开度给它 那这种叫做开回路的控制 那一旦状况改变 这个转速就会改变 可是这还是一个控制 那我就是把这个开度 把它设在一个固定的纸 这也是一个控制方法 我事先知道这个引擎的特性 事先知道它负载到底变动多大 我就设定一个我觉得合适的 我可能怠速的时候 它转得比较快一点 比较浪费 可是我可以承受很多负载 比较多的负载 这是开回路的方法 待会我们会介绍闭回路 或是回收控制的方法 好 所以这带速控制 是一个控制系统的一个运作 还有像 如果你有太阳能板 你要去充电的话 这个太阳 每天它会跑来跑去 对不对 从早上到中午 跑来跑去 比较聪明的太阳能板 应该是怎么样 应该会追着什么 太阳的方位 对不对 跑来随着季节 那这个也需要用到控制 也需要用到控制 要控制这个太阳能板的方位 让它能够对正这个太阳 那这控制也分两种 一种叫做开回路 一种叫闭回路 或者说一种叫开回路 一种叫回收 那开回路的部分就是 因为我就把它记录下来 太阳怎么跑 对不对 那我就叫这个太阳能板 这个每个小时动几格 每个小时动几格 所以我要建立很多表 1月1号的时候 我就怎么跑 1月2号的时候怎么跑 1月3号的时候怎么跑 春夏秋冬跑的方式都不一样 所以我要建立很多表 这是开回路 好 那这个 如果你有好的太阳能的 一个追踪系统 我们就可以用它来 直接用它来打水 来做一些 来提供一些我们需要的能量 能够让能源的使用更有效率 好 所以这个就是开回路系统 刚刚讲的 就是我们 针对我们控制的程序 我们控制器里面 已经内建了很多系统的特性 或是说刚刚 这个太阳能板追日的系统 我们建立很多表 几月几号 我就用什么样的轨迹 几月几号我就用什么样的轨迹 所以这个输出 它实际上的表现 跟我的输入的一个命令 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它纯粹只是一个结果 那这个Open Loop System 它没有回收 这回收是什么 就是把输出把它拉回来 跟输入做比较 来做决策 那这个开回路系统 它是没有回收 就像刚刚的怠速控制系统 我只是把油门维持在一个 固定的一个开度 那这个开度之下的转速 是很脆弱的 你开冷气啊 开音响 那个转速可能都会变 那是很脆弱的 所以我就要把那个开度 稍微拉大一点 让它有一个安全的范围 开度拉大 它引擎平常带出 就会转得比较什么 快 是不是就比较废油 所以它没有一个 自动调整的一个机制 没有一个自动调整的机制 那 再来我们看回收控制 回收控制 它的方块图就长这样 在这个方块图里面 我们就有回收控制 三个最基本的一个元素 这个Plan叫做受控场 被我控制的东西 被我控制的东西 这个部分通常就是 我们要去控制那个东西的整个实体 比如说我要控制冷气机 它就是那个冷气机的一个主体 冷气里面包含什么 那些热交换器啊 压缩机啊 马达啊 这一个物理的实体 而如果你要控制机器人 这个Plan就是机器人 机器人包括什么 连杆 对不对 关节 还有上面的马达 那连杆的部分有可能是 这个柱状的 或者像手指一样的形状 那关节有时候是旋转的关节 有时候是滑动的关节 对 这个部分就是一个实体的东西 那为什么叫Plan呢 这个可能跟化工有关系 化工系他们也搞控制 化工系好像也有开控制 他们不叫控制系统 他们叫控制程序 因为他们都是一个process 这个Plan 工厂 Plan是工厂的意思 我们把它叫受控厂 对我们控制的东西 OK 好 那这个Plan里面 通常会有制动器 有时候我们会把制动器 把它分别地把它拉出来 用制动器来控制这个受控厂 有时候就整个把受控厂 包含了机构啊 还有制动器啊 马达 整个叫做一个Plan 好 所以像刚刚那个实验 受控厂就是什么 就是那个马达 对不对 这就是你要去绕的 要去拿磁铁 要去找永久磁铁 要去绕线圈 要做这个电刷 对不对 好 这个就是Plan OK 好 那第二个 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叫做Center 因为我们要做回收嘛 回收的话我一定要把输出的讯号 把它量出来 才能够做回收 所以会有感测器 那看你要是控制什么 你就要有什么样的感测器 我要控制速度 我就要去量速度 我要控制位置 控制角度 我就要用位置感测器 或者是角度感测器 这叫Sensor 对于我们的马达实验 这个Sensor就是那个什么 就是那个齿轮 那个碟盘 加上光的发射器 接收器 还有后面的讯号处理单元 所以这感测器的作用 就是把物理量 温度 压力 湿度 或是速度 或是这个角度 把它转换成什么 电子讯号 因为有电子讯号 最容易做讯号的处理 整个控制器 基本上就在做讯号的处理 所以我们要把物理量 转换成电子讯号 所以这是Sensor的部分 好 那我Sensor把输出 把这个系统的输出量出来 那量的过程 常常会有一些干扰 你要量讯号 量讯号 这个无可避免的就是干扰 比如说你这个手机 这个讲电话 经过一个高压电台 就马上听到 嘶嘶嘶的声音 对不对 就是干扰 量测 常常就会有干扰 会有杂讯 所以这个N呢 代表是一个干扰 或是杂讯 这会被你量到 OK 好 那所谓的回收是什么呢 我们要去控制系统 我们会有个命令 对不对 我的命令比如说 我这个温度要设定几度 这个转速要转得多快 这就是我的命令 那这个Reference 是我的命令 那命令 我们常常是以电子的方式 去输入电子讯号的方式 去输入这个命令 那这个命令呢 我们希望什么 这个受控场的输出 最好跟命令 完全一模一样 对不对 我要24度 它就是24度 我要23度 它就是23度 理想的嘛 实际上呢 一刚开始控制的时候 会不会一样 通常都不会一样 不然就不会叫你控制了 所以我们会把输出呢 会把它量出来 然后跟输入来做比较 比较之后就会有误差 对不对 所以输入这个X 跟这个回收讯号R来做相减 就得到 OK 那这讯号怎么相减 这就是 你要有一些基本的 电子电路的观念 讯号做相减 要用什么做 用什么做 东西系 这有电子学 没有 OP嘛 减法器嘛 对不对 就可以相减 相减得到误差 那我们整个控制的目的 是希望这个误差怎么样 控制的目的是 希望误差变什么 变小 变成零 对不对 所以 我这个控制器呢 就是根据这个误差 来决定怎么去驱动 这个受控场 怎么去驱动这个受控场 所以 以刚刚提到的冷气机的case 我输入一个温度 24度 然后这个24度会跟什么 跟目前的室温来做比较 目前室温如果是28度 那相减就有几度 4度的差 对不对 这4度的差 就是以电子讯号的形式 输入到我的 冷冻空调的一个控制器里面 那这控制器根据这个 温度的误差去算什么 压缩机要怎么样 要转多快 膨胀法要开多 膨胀法要开多大 来控制整个冷气机 让它有一个 我要的这个温度的响应 所以在控制之下 如果你的控制器设计好的话 一刚开始 你设定24 室温是28 对不对 然后呢 这控制器当然开始作用 这压缩机就开始转 平平地转 然后呢 这个房间又开始变冷 然后温度要越近的话 压缩机会越转越什么 越转越慢 对不对 但它温度都一样的时候 几乎压缩机怎么样 不太转 对不对 这时候如果突然间门打开 一群学生又进来了 这时候会怎么样 外界就有干扰 对不对 你的热负载又不一样了 这时候温度一降下来 压缩机又开始怎么样 转动 那这压缩机转动是谁来决定的 控制器来决定 从中去发现有误差 它就开始叫压缩机转 了解 这种正门课呢 主要就是在学习 怎么去设计这个东西 设计这个控制器 怎么根据误差来决定 如何根据误差 决定驱动系统的方式 为了要学这个控制器 我们就要学很多东西 第一个我们要学习 怎么去描述 这些方块 这些系统 控制器是一个系统 受控场是一个系统 感受器也是一个系统 我怎么去描述它 我们设计一定要用数学 只要用数学的方式去描述它 描述系统 那之后呢 我们会去研究 那我怎么去建立一个 受控场或是控制器 或是感受器的数学模式 那这是我们对门课 一刚开始前几张会讨论的内容 所以这个是一个控制系统 我们人就是一个 很精确的控制系统 比如说我要接一颗球 我plan是什么 plan就是我的整个body 对不对 那感受器是什么 要接球的话眼睛很重要 眼睛就是我的sensor 眼睛一直在盯着那个球 对不对 那我根据 我目的是要 球要在这边要接住 那我一直在根据 球目前的轨心 目前的output 来决定 这个还有 我设定要在这边接好 来决定我身体要怎么 控制器要决定 我身体要怎么动 控制器就在我们大脑 所以人就是一个很精确的 很精确 很厉害的一个控制系统 这也是叫做回受 我们需要靠 靠我们的感官 去感觉之后去做决策 需要感觉之后做决策 这叫回受 闭着眼睛这样子接球 这个是什么 open loop open loop 你就要很确定说 你跟你的partner 你的partner就是一定要 球要丢到这边 我就守在这边接 或者说闭着眼睛射非一点 这是什么 open loop 平常要练得很准 这样一眼睛射你算先大叫一声 吓他一下马上 不是射到苹果 不是射到 open loop 而且 所以open loop和close loop的关系在这里 所以在这边 所以close loop或是feedback 你看 这边就有一个闭回路 大路那边把它叫做闭环 你看 这边从输出 又回到输入 对不对 对不对 如果没有这条路径的话 它就是open loop 输入 就这样 这个单向的 输入到输出 对不对 如果有回受的话 输出会拿来跟输入的作品 下来做决策 一个叫开环 一个叫闭环 英文叫open loop versa closed loop 好 那像刚刚的这个怠速控制系统 如果 我不是用open loop 就给它一个固定的开口 我用close loop 我怎么做 我用feedback的方式怎么做 我就要有一个引擎的转速机 我去量引擎的转速 因为我要控制引擎转速嘛 让它不要太低 对不对 比如我设定1000个RPM 是它的最低转速 我一直都要把它hold在1000RPM 即使你开冷气 它也自动会调整 让开度变大 hold在1000个RPM 让它不要掉下来 它会自动调整它的 油门的开度 所以我要有一个感测器 去量引擎的转速 那这个转速呢 引擎转的转得很快 对不对 转得很快 我们把它减速一下 这个减速之后 量减速之后的一个讯号 那跟我们设定的转速来相减 那相减之后得到误差 那我控制器就根据这个物材决定 引擎 这个油门开度要多大 引擎油门开度要多大 那这样子的话 尽管外界的负载在改变 我这个Omega能够维持很平稳 就是因为多了这个回送 这个feedback 所以看起来 这个闭回路好像跟开回路比起来 有很多优点 当然它有它的缺点 建议就比较贵 还有设计要很小心 感谢观看